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 《耶稣纪讲义》第四讲 绕耶利哥城而倒塌 那么在这个第五章里头 有提到四方面 是我们要谈到的 第一 以色列的仇敌 因为神的大作为而惧怕了 第二方面 约书亚是带领百姓立约的人 第三方面 歌礼可以与亚伯拉罕之约 还有西乃山之约来认同 第四方面 这个礼仪表明 与埃及和旷野 从此完全隔绝 而与圣约所应许的迦南地 又完全的认同了 以色列的仇敌 听见以色列的神和他的作为 就大为上胆 约书亚成为百姓的领导 以色列全国都参与在立约的仪式当中 预备他们自己面对未来的使命 最后 迦南地也欢迎以色列人 让他们能够享受当地的出产 正如在上一章所记录的 当他们听到以色列百姓 因着神超自然的神迹 度过了约旦河 约旦河西 诸王就甚惧怕 因为他们相信约旦河 是没有人能够过的天然屏障 但是以色列却没有做 即将攻打迦南本地的一个战前准备 他们却行戈里 首预约节 行的一系列在仇敌看起来 是虚妄的 是荒唐的仪式 但事实上 在人眼看 行戈里是鲁莽 自己的一个举动 但是以色列却很认真地 来行了这些事情 这是因为他们最看重的 就是与神的关系 想要全然地顺服神的大能 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 就是一件简单而值得庆祝的事情 百姓接受割礼 是在立下石头之后 在迦南地的第一次 逾越节之前来举行 从一方面就庆祝的人 并没有特别之处 只是在生活上来回复正常 进入到迦南地 是一种自然的状况 那么在旷野的日子 一切风俗习惯都中断了 阿摩斯书第五章说 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当中 并没有献上祭物 阿摩斯在那里指出来 献祭不是以色列人 与上帝关系的本质 献祭需要有神造 神造对于施行割礼并不重要 但经文却很清楚地说出来 在旷野的一段时间 割礼也暂停了 那么用火石刀来行割礼 石器时代是最早出现的工具 还有武器 是从适当的一个角度 来凿开了火石而产生的碎片 这些碎片十分的锋利 随处可得 并且颇为耐用 即使是在金属制造的工具 还有武器都普遍应用之后 以色列还有埃及 仍然使用火石碎片来实行割礼 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石刀 可能反映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 可以追溯到还没有使用金属之前 但是也有可能不过 因为他们一次需要大量的刀而已 那么以色列人后来守了第二次的逾越节 这是以色列百姓在前四十年第一次到现在守的逾越节 也就是在旷野四十年都没有守 这个逾越节是为了脱去为奴的一个羞辱 还有他们得到自由而来感谢神的一个仪式 只有受割礼的人才能够参加这个节日 第一个逾越节是在出埃及之前所守的 现在他们在吉甲的逾越节 就是在即将开始面对征战 要去攻打迦南地的之前 这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之所以显现在约苏亚的面前 是为了要加添以色列百姓的勇气 并且还要使他们怀着圣洁的心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一直在强调以色列的圣洁 这就暗示了如果想得到神大有能力的帮助 首先就应该有像鸽子一般纯洁的心 耶和华军队也被称为天军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现在即将征服迦南的 约苏亚面前 这个事实暗示迦南征服战是耶和华的圣战 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当凭借圣灵强有力的帮助 我们才能够攻破坚固的盈雷 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 这是跟摩西猛神呼召所听到的命令相同 那是记载在出埃及地第三章第五节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摩西与耶稣亚听到这个命令的地方是圣洁的 不是那个地方 而是神所临在的地方都称为圣洁 尊耶稣基督为主的人被称为圣徒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神本来就是圣洁 因此他要求自己的百姓也要圣洁 天使是以人的形象来向约苏亚显现 这是一位最高级的天使 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有人就说了 这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 约苏亚为表尊敬 脱下了脚上的鞋 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仍然他必须要顺服神 绝对的领导者 怎样能够表示对神的尊敬呢 在态度上我们应当敬畏神的大能 权威领悟他深切的大爱 在行为上我们也要显出真诚和虔诚 虽然现在的习俗不再以脱鞋子来表示尊敬神 但是敬畏神的态度 也就是自古到今 在约苏亚的时代仍然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约苏亚第六章描述的约贵大典 乃是象征进入应许之地的神圣游行 虽然百姓参与在其中 但是摧毁仇敌的防御工事 乃是神的工作 神的子民进入到神所应许的产业的时候 不容许有任何的障碍来阻扰的 约贵在这件事情的角色 与过约旦河的时候十分的类似 不过与第三跟第四章不同的地方 是绕耶利各城的这个大的庆典当中 还加上了羊角还有战士的呼喊 从队伍的角度来看 可以把以色列这一次的游行 把它看为民述纪第十章十一到二十八节 所描述在旷野行进的一个队伍是很相近的 祭司拿着羊角来吹出号声 那么在这一段所指的号角 也就是公民羊的角 羊角能够吹奏好几个不同的音调 但是它却不能够奏出来一个旋律 因此它的主要用途就是在崇拜 或者在战争当中传一个信号 那么这个乐器它独特的外形 是把羊角在这个热水当中 把它进软了 那么加以把它扭曲压扁造成的 在战争的时候的传信号的方式有好几个 防线还有野战都要经常使用风火 有的时候高举的杖或者是短枪 可以来传达简单的命令 有证据证实在晚铜器的时代 埃及在军事上还有宗教上面 都使用号筒来发信号的 以色列神圣的军队紧紧的遵从这些命令 而在他们竭力的呼喊之下 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 约旦河谷平均一个世纪之内 就会有四次的很严重的地震 而在耶利哥城的挖掘出来 很清楚地显示出来说 最少有一堵砖墙 整个就这样的倒塌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 让耶利哥城的事迹就显得更加的可信了 却没有减低这件事情 叫人惊讶之处 神做了预言 并且在准确的时间让它发生了 拉荷跟他的全家都得救 理由乃是因为他来恩待那两位探子 把他们藏起来 救了他们的命 这是拉荷当初与探子的协定 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承认了他们的责任 这是否一直说 灭绝令并不是绝对呢 不然这乃是意味 凡不再当迦南人 而效忠以色列之神的人 已经算是归于神了 所以他们可以免受灭绝令的一个毁灭了 这个故事的结尾 交替的说者 拉荷的得救 还有耶利哥城的毁灭 让这两者的命运形成了一个对比 作者借着重复的谈论 还有扩大事情的细节 来凸显神的守约 即使在一个迦南妓女的身上也如此 拉荷和他的家属 首先被安置在营区之外 因为在礼仪上说来 他们是不洁净的 但是在这一卷书写作的时候 他的后裔都已经长期定居在以色列了 拉荷借着他的后裔耶稣基督 继续住在新的以色列里面了 重建耶利哥城就会受到咒诅 亚述的碑文通常也有表现的 被毁灭不得重建的一个意念 但是不会像这一章的 第26节的誓言所说的 在主前2000年初起有关征服哈图沙的赫人典籍当中 安理他向任何有意重建造这个城的君王 就要宣告他们要受到咒诅 那么先知耶稣亚宣布说任何人想要在这已经献给耶和华的城上重建根基的话 就必定会受咒诅的 我们可以参考 列王纪上16章34节 那么这个咒诅虽然是叙述而不是规定 但是却很适切 因为首生的是属于耶和华的 因此归于神的城也有着这个地位了 约书亚的名声古今都传扬到遍地 总国来说拉荷和约书亚活着了 而耶利哥这一个城后来就死亡了 就灭绝了 是归于神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